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 跟大家聊聊印太战略啊 硬了啊 印太战略啊 这样的一个新闻说啊 美国的官员说啊 中国步步紧逼威胁 美仍视啊 印太为为优先啊 总而言之啊 你看这个标题其实还好 但是啊 这个新闻里边非常非常的硬啊 这个硬的程度啊 超乎大家的想象啊 真的是啊 真的是很硬很硬 总而言之吧 不过呢 这整个新闻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吧 我会跟大家来分析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美国想干嘛 但是我必须要先提醒一下各位啊 美国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了 你从这个新闻也能看得出来啊 出的问题在哪里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说啊 跟大家读一下新闻里边啊 什么乌克兰战火纷飞之际 你看这新闻写多好 乌克兰战火纷飞之际啊 美国依然没有松懈啊 印太地区的防务安全派遣高官前往亚洲访问 无调大楼官员近日啊 纷纷强调 纷纷强调啊 美国需要加强印太盟友的防务关系 从乌克兰战争吸取教训 帮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 你看第一段就很硬吧 帮助台湾提升啊 自卫能力 加油 台湾啊 加油 然后美国之音报道啊 美国的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部助理啊 拉特纳和国务院啊 东亚寺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3月11号到12号啊 访问东京与日本外交部啊 北美局长世川会议 国防国防部防卫策略局长曾天和夫 共同主持啊 美日二加二安全资商资商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议啊 讨论美日同盟强化现代化啊 与强化联合能力 拉特纳啊 在什么军事委员会说啊 那么印太地区仍是美国首要运作地区 中国是步步紧逼的威胁 台湾则构成步步紧逼的严峻情势啊 总而言之 关于台湾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看不明白 台湾则构成步步紧逼的严峻情势啊 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大家懂得可以告诉我啊 拉特纳说啊 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 特别是来自中国 中国采取了更加脅迫性 更加专断的方式 来推进其威权利益啊 我真不知道中国最近干了什么 就是脅迫性专断的事情 突然人家说有 那就是有啊 我们就认为有啊 然后的话来推进其威权的利益啊 中国这个时候又威权了 然后无独幼偶 同一天稍早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希勒 也在一场商商业峰会上发出警告啊 中国企图主导印太地区 以此作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基地 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啊 这个东西啊 大家解释一下 跟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中国不能变好 如果你变好了成为印太地区的老大的话啊 那是不对的 那美现在的印太地区老大是谁呢 美国 美国可以当老大 中国你不能好啊 中国不能好 这是澳大利亚啊 继续跟大家读啊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特纳拉特纳表示 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还在优化相关的军事力量 包括具有杀伤力的啊 联合部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打击敌方部队和系统 看多棒啊 他说除了这些啊 我们正在印太地区啊 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态势 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致命的和坚韧的前沿态势啊 这对解决我们在该地区面临的所有挑战至关重要 然后就跟大家多说了啊 就读到这里 总而言之 你看一看这里边的内容硬不硬 中国是威胁啊 中国是敌人 中国是好话坏的 美国没有放 没有松懈掉啊 对于印太局势的关注 然后呢 如何来应对呢 台湾问题啊 一定要有自我的防卫 对不对 跟日本也谈了啊 这个这个台 这个这个这个防卫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程度啊 总而言之啊 还建立了要建立一个啊 有那个什么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防卫部队啊 来应对中国 硬不硬 印太要建部队了 鼓掌 对不对 最近好喜欢鼓掌啊 看见这种新闻就很开心 然后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所有的问题 看到里面去 都能看到美国有了大问题 那这个大问题在哪里呢 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建部队 要应对中国的威胁啊 要什么啊 让自让台湾有自卫能力 这个东西美国怎么有问题了呢 原因非常简单 美国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了 美国的实力拼命了 他去调 他有什么能力做呢 而且啊 要说到这个印太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里边都有谁呢 你比如说啊 很强大的印度啊 澳大利亚呀 美国呀 对日本呢 印太战略 看起来很强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国家 谁跟中国来死磕呢 对不对 日本吗 钓鱼岛来一下嘛 对钓鱼岛 那到处都是中国的海警船 你先从中国的海警船入手 跟中国产生矛盾 可不可以呢 很难 对不对 印度同样也如此 印度最近的表现 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确是神奇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印度跟中国很像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印度也是一个大国 国土面积不小 人口也很众多 如果说啊 就这种状态 你不想变成大国 你就是死亡 为什么呢 人口那么多 国土也不小 就代表你这个国家上面 有不少的利益 这个利益啊 其他的国家都盯着呢 你要弱 你要不行 你要差了 其他的国家会把你这个国土上的利益 瓜分干净啊 这就是印度以前被殖民的历史啊 也是中国以前被殖民的历史啊 你国家大 人口多 然后的话 你国土上还有很多的资源 其他的国家就会来了 趁着你弱的时候 人家就会来 分而食之啊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不小 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 你必须要作为 要做成一个大国呀 不然别人就来了 这就是印度 为什么最近表现奇奇怪怪的啊 比如说啊 跟跟美国死磕 支持俄罗斯啊 对不对 国际上面说的我是中立 总而言之 大家都看到了 印度这个国家 跟美国是一条心嘛 作为一个大国 他怎么可能替美国上战场呢 对不对啊 就算是为印度自己 印度也不见得跟中国想要来那么一仗啊 藏南地区闹得那么热闹 印度能怎能怎么样 印度能如何呢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本身实力不行 你要是啊 非得要跟中国来那么一仗 这个结果可想而知 对不对 那个画面就出现在大家眼前 然后的话 中国的解放军啊 在高原上面吃火锅 印度的军人连个帐篷都弄不起啊 在雪地里面卷着呀 总而言之 这种状态 你印度是没有办法跟中国来那么一下的 总而言之 印太战略刚才跟大家说了 日本不行 印度不行 澳大利亚可以 对不对 澳大利亚战股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可以吗 澳大利亚真的可以啊 澳大利亚有心 但是到澳大利亚 这个国家总共多少人口啊 对不对啊 澳大利亚想要干事情 可以干 但是有限 人太少 国家实力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说呢 也就这样了啊 然后的话还有谁 还有谁 印太战略里边还有没了 美国自己上吗 对不对 美国 美国怎么可能自己上 谁这么想 就大错特错了 想美国自己上 你开什么玩笑 你让老大动手 你 你 你拘心何在 这不对 然后的话 你让老大动手 你想让老大丢人吗 对不对 想当年的啊 抗美援朝 中国解放军啊 中国志愿军 当初也就是那种状态 也没占这便宜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那个美国啊 去跟越南打仗 对不对 越战 然后的话背后 越南背后站的是谁啊 对不对 美国人心知肚明啊 对不对 越南人背后站的是谁啊 大家也都知道 我就不不果斗的强调了 当时的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 然后在越战里边的表现啊 美国人也是啊 有目共睹 能不成现在2022年了 要跟中国再来那么一下吗 对不对 先跟俄罗斯来一下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 老大哥的表现啊 那是现在这种状态 你们往前去冲 对不对 你们冲了之后呢 这个世界的格局啊 有所影响啊 这个世界上啊 剩不下几个好国家了 反正总而言之 我美国得最好 这就是美国最希望的状态 所以说呢 美国是不会往前去走的 总而言之 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啊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实力不足 之前跟大家说过 美国实力不足 后边还有半句话 就是实力不足 他还想要做一些 不符合他现在这个实力的事情 包含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场战争 同样也如此啊 对不对 你看起来啊 我制裁 我各种制裁 对不对 斯维夫特制裁 包含有些啊 台湾的台湾的可可爱爱的 一些小账号都说了 啊 你看一看多少品牌 都制裁俄罗斯了 问题有用吗 那些品牌制裁俄罗斯 有用吗 对不对 俄罗斯能低头吗 因为一些商业的一些公司 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就低头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 总而言之 你制裁过来制裁过去 你不可能让俄罗斯低头啊 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啊 你美国去乌克兰这个战场 把俄罗斯打低头啊 问题是美国做吗 美国不做呀 到现在同样还是那句话呀 我是保卫我自己的盟友啊 北约盟友啊 我不会去为俄罗斯 乌克兰打仗的呀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把事挑大了 还惹来一身骚 这一身骚是什么呢 欧盟啊 欧洲这些国家呀 前两天跟大家聊了 像法国 像德国 马克龙 舒尔茨 你看这样的人物啊 这都是能够有自豪的 你知道吗 有自豪的大人物 在这个世界上面 然后说的话 跟中国没区别 跟习大大说的话没区别 要和平 尽快谈判 对不对 乌克兰俄罗斯赶紧谈判 对 立即停火 中国也是这种态度啊 对不对 为什么跟美国这个态度忽然间有变化了呢 美国的态度是啊 支持 乌克兰啊 这个反对俄罗斯 乌克兰加油 没有啊 现在是要和平了 欧盟这些国家要和平了 对不对 西欧中欧变成这样 那东欧呢 对不对 人家的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都说了嘛 朋友要来帮忙 帮忙解决乌克兰难民的问题 波兰这些国家啊 替美国人收拾个烂摊子 也赚不着钱 波兰这些国家愿意吗 对不对 美国惹了一身骚啊 得罪了一圈自己的盟友啊 现在来亚太挺好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说了 美国的从哪离开 那就扒掉一层皮 从啊 这个什么 这个中亚离开 阿富汗离开 然后扒了一层皮 让自己的盟友恨美国恨得牙痒痒啊 对不对 你要撤军 结果呢 自己不走 自己不通知啊 自己走了 然后的话 英国跟法国留在那里 恨不恨你啊 那个美国人 然后的话啊 从中亚离开是这样 那从从欧洲离开 同样的道理啊 对不对 欧洲啊 这些事还没完事呢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没完事呢 结果呢 大家看到了 哎 美国人的美国人的表现 对不对 盟友恨死你了 对不对 拼命想让盟友往自己身上捅刀子 你刚开始制裁 人家还能配合你 对不对 人家毕竟啊 美国的传统盟友还能配合 什么斯维夫特制裁啊 金融上的制裁啊 能配合 但是美国到最后玩大了 玩现眼了 你拉着欧洲这些国家啊制裁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人家马上就说 不 我不会陪着你美国人玩这些的 为什么 人家要把自己捅透了才行吗 对不对 没有石油 没有天然气 这国家废了 然后你美国人来啊 卖超高价的石油和天然气 对不对 这些美国人最想的呀 最希望的呀 可是人家看透了这一点了 你美国人又不为我付出任何的东西 又想让我们 然后的话 真的是啊 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帮助你美国 人家是不会干的 总而言之 美国在欧洲又白层皮 现在又来亚洲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美国的状态 你让谁上 你让谁上 日本上吗 这个这个澳大利亚上吗 印度上吗 总而言之 人家都不会上的 就你美国人自己会上吗 就冲你在欧洲的表现 做希望美国人上的这些人的啊 春秋大梦去吧 然后的话 刚才跟大家聊这个新闻的里面 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新闻的里面主要提到了台湾 对不对 台湾也有自卫能力啊 中国怎么怎么着了 要欺负台湾了 跟你说这些 问题是啊 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一点啊 美国在乌克兰的表现 大家看到了 乌克兰往前走 乌克兰向前冲 对不对 乌克兰向前冲啊 被俄罗斯打了 美国人不来 对不对 美国不是一直都是在支持乌克兰吗 支持乌克兰 加油乌克兰 对不对 全世界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 结果啊 面对俄罗斯的军队 人家是一个人都不来呀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那乌克兰产生那么多弹民 美国人也一个人都不要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要说支援乌克兰 那波兰去支援乌克兰 波兰直接说假新闻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那不是假新闻 波兰你得支援乌克兰的 波兰说可以呀 我把我的米格29飞机 然后给你 给送到德国去 你美国给 对不对 我不直接给 我要直接给乌克兰 我不得罪俄罗斯吗 然后呢 波兰不干 结果美国说 我也不去送 这是不是可笑吗 永远 永远想着别人往前去冲 这就是美国的态度啊 那来到亚太 来到印太 然后的话 那希望谁往前去冲呢 台湾往前冲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美国的希望的 然后的话 像乌克兰这个事情 都能看到眼里面 乌克兰这个国家完蛋了 不管这场战争 最后的结果如何 然后乌克兰这个国家完蛋了 不管是俄罗斯赢 还是美国人赢 乌克兰这个国家完蛋了 这就是这个结果呀 台湾这个岛 能受得了这个吗 其实台湾的啊 这个民进党 其实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 永远的啊 我是不会挑衅的 我不开第一枪 对不对 大家都了解 我不开第一枪 蔡英文曾经说的嘛 天然的飞机啊 解放军的军机啊 来回的转 不能开第一枪 什么态度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得了支持不冒进嘛 对不对 坚决不能挑衅的 一挑衅啊 这个政权就完了 他比泽连斯基要聪明 总而言之 比泽连斯基要聪明 然后的话 也是因为啊 这个俄罗斯啊 跟中国大陆 是不一样的一个等级 对不对 俄罗斯看起来好欺负一点 国家现在不行了 然后中国大陆好欺负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总而言之 美国想在亚太高事情 其实 大家一定要看到啊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 有点快到头了 什么叫到头了 就坏到头了 你不能再坏了 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经济出问题 通货膨胀 然后经济陷入了一个困境 然后没有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现在物价又涨起来了 然后的话 那美国现在这种问题 他如何解决呢 对不对 你们的钱来我美国 这是一招 还有另外一招 就你们全都坏了 对不对 你们这些国家都变得比我更坏 比我美国更差 那我美国还是老大呀 这就是美国 总而言之 这种国家呀 无德 无德的国家能长久吗 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一看 哪个国家 然后哪个朝代 干坏事 他能够干干个成百上千年 不可能 总而言之吧 美国这个国家快到头了 而且实力往下去掉 他没有办法撑住他想要做的事情了 然后的话他也希望啊 尤其是像印太 或者说啊 像亚洲这边打的一个血头互联 就跟乌克兰跟欧洲一样啊 乌克兰跟欧洲打起来了 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想什么德国法国赶紧站在我身边 制裁制裁制裁 亚洲这边如果要打起来了 美国人想的是什么 同样的道理啊 东南啊 这些国家赶紧啊 赶紧站在我美国这边 我保护你 日本韩国赶紧站在我美国的身边 我保护你 美国人嘴里是这样说 心里想的就是这些国家的钱 但是没有任何用嘛 对不对 就跟欧洲一样嘛 对不对 只要打起来了 大家都害怕打仗啊 这个亚洲同样也是如此 美国现在又来玩 又来玩亚洲了 美国能不能成功呢 哎呀 说实话呀 很多以前跟大家聊过一个问题 关于文明的问题 美国这个国家不是文明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尤其像欧洲文明 你跟亚洲文明来比 很难 亚洲文明毕竟持续那么久 对不对 什么四大文明古国 印度啊 中国都在这里 你欧洲这个文明 真的是很年轻 也很嫩 尤其是啊 你要说纯正的 西欧的这些文明 像法国呀 像英国呀 这些还勉勉强强 有点意思 但是你要放到美国来说 太嫩了 然后的话 真的是啊 会打江山 不会坐江山呢 然后呢 以为用点小手段就可以 你扔到亚洲的 这帮老油条的眼里边 你这个 这些招 有用才叫有鬼呀 咱们慢慢看下去吧 美国人希望 那个场景 会不会实现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订阅 谢谢大家收看啊 再见 再见